大家好我是小高 今天我们干一件刺激的事 我们今天去掏野生的蜂蜜 现在叔叔的话 把它准备的风机穿上 我们开始行动了 这个是棉线 等一下拿来点火熏蜜蜂的 我们先去把树枝脱掉 等下叔叔好来取蜂蜜 把银皮脱掉 好了 你不知道刚才我拖那些树枝的 是个到底有多多紧张 我很怕那些蜂蜂蜂蜂上 把我围着钉 但是我没有事 现在叔叔正准备开始破洞 掏蜂蜜了 我妈妈帮我拍摄 但是妈妈太危险了 她让开一下吧 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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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风多了 不能再谈 好 收藏 供兵 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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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但是人已经给你们看过里面的情况了 当然我呢就是只能在旁边围观了 你准啊 有谁 妈妈现在开始吃地饼 我们拿出来的第一个封饼 妈妈说现在这样热乎的吃呢 有治疗新畅新欢的一个药效吧 我也不知道 总之呢妈妈说是吧就是吧 好吃吗 甜吗 你吃吧 我解开 叔叔在那里取蜂蜜他给我了两半这个 你看吗 你看到了吗 上面这个说是蜂丸 它们的丸 哇 真的 真的非常大 它比一般的虫拥体型要大 你不要跟我讲啊 是吧 还有这一面也有 你看 还有这里也有 叔叔保守估计量非常多 现在我们已经拿出来了三块 里面还有非常多 让我们静静的等一下 我真的特别怕 因为呢每一次搞这个东西我都被遮了 你说吧 都不尝试 现在叔叔的话已经将蜂蜜全部捞出来 他要打算给蜂巢恢复他原来的样子 给他搭一个平台 让他继续在那个洞穴里安家 很遗憾刚才叔叔取蜂饼的时候 没有看到全部过程 我们很遗憾没有看到 一块蜂饼一块蜂饼的拿出来的那个喜悦感 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收获 这一块的话全 这蜂巢的话全部是蜂涌 你看上面还有羽化的蜂 这个盆里面呢全部就是蜂蜓了 蜂蜓全部 全部是蜂蜓 这个月份的蜂蜓呢最肥厚 最肥美 看我这一大块全部是 全部是蜂蜓 真正好吃的蜂蜓呢 太甜了 甜到你的鼻子里面 但是不会甜到喉咙里面 一口下去真的非常多 弹的汁非常多 我们找到这么多 真的太甜了 好了你们对这种找风险有兴趣吗 这片土地上只要你有兴趣去探索 每天都有兴趣的事 每天都有出货 每天都有好吃的 很感谢叔叔为我提供了拍摄的素材 喜欢的话 点个赞 拜拜